难怪没人敢击杀成坤 你看成坤是郭湘的谁 群雄心知肚明 初读一天屠龙记的时候 一直以为玄冥二老才是以天时代的终极反派 直到张无忌化解了六大门派围剿光明顶的危机后才发现 整个以天时代的风波变故大多是成坤一手炮制的 原来成坤极恨杨顶天夺走了他的心上人 他先气死杨顶天 后又借着谢逊这个棋子开始在江湖里滥杀无辜 第二让明教和各门各派的恩怨越激越深 待张无忌化解了光明顶的危机之后 成坤又转身投靠了蒙古人 他在汝阳府替蒙古达子出谋划策 这才有了将群雄囚禁于万安寺的惊天阴谋 等于说只要杀了成坤 就没了后来如此之多的心风血雨 可为何只有鸡毛狮王谢逊不顾一切的要和成坤拼命 其他高手却对成坤无动于衷 要知道在一天出气的确有很多一流高手可以一招将成坤击毙 先看峨眉派的开山鼻祖郭湘 他得了部分九阳真经 自创了峨眉九阳功 从而成了峨眉派的一代宗师 其一手创办的峨眉派也能与少林武当在江湖里分庭抗礼 郭湘的天赋很高 他又是侠之大者郭靖的女儿 只要江湖里有大奸大恶之徒为非作歹 郭湘郭女侠势必会挺身而出 为民除害 既然如此 洪剑大师都能知道成坤的下落 都能找到谢逊化解恩怨 以郭湘的人脉武功 他同样能找到成坤 奇怪的是 郭湘为何没自始至终都有出手击毙成坤 在看武当派的开山鼻祖张三峰 他更是有能力有机会击杀成坤 而且在明教和六大门派爆发危机的前前后后 张三峰犹如洞内观火 他是知道一切的始作俑者正是霹雳守成坤 说来奇怪 真为以天至尊的张三峰同样不愿击杀成坤 此外 古墓一脉同样关注江湖里的风吹草动 因此 在张无忌屡屡陷入危机之时 古墓传人黄山宇总能在紧要关头挺身而出 旧张无忌于凶险万分之近 既然如此 黄山宇的父亲 黄山宇的母亲都是神雕侠侣的后人 他们为何也没有击杀成坤 其实 无人敢杀成坤 看似是一个剧情漏洞 但你若读过连载版的《倚天屠龙记》 就不会这么认为了 只因成坤和郭湘的关系非同一般 群雄早就心知肚明 原来在金庸最早的设定之下 名教第三十三代教主 并不是叫做杨顶天 而是叫做杨破天 杨破天 杨夫人 成坤都是杨过的徒弟 书中也是这么写的 成坤道 那是很久很久以前的事了 老纳今日已是七十余岁的老人 少年时的事 好 一起跟你们说了 各位可知老纳是谁 杨破天是我师兄 杨夫人是我师妹 老纳出嫁之前的俗家姓氏 姓成明坤 拜号混元匹利手的便是 与此同时 成坤被人点了穴之后 他施展的解学武功 也出自杨过之手 像极了欧杨峰的逆转经脉之法 锦庸是这么写的 成坤学的内功甚是怪异 身上穴道长字一味 但只过了一分 他身上血型流动 穴道一味 便醒了过来 看到这里是不是恍然大悟 成坤和杨破天一样 都是杨过的徒弟 而郭湘叫杨过大哥哥 成坤自然就成了郭湘的失职 有了这一层关系 郭湘爱无及无之下 又怎么会去追杀成坤呢 最后看张三丰 他年少的时候和少女郭湘 有过几次接触 那时张三丰情窦初开 很快就被秀美豪迈的郭湘 迷得神魂颠倒 就连郭湘送的铁罗汉 张三丰到了一百多岁 仍是贴身携带 只不过落花有意随流水 流水无心恋落花 郭湘万念俱灰之下 落发为泥 终身未嫁 但张三丰仍将这份爱慕之情 深藏心中 而成坤是郭湘的失职 张三丰自然也不愿 对成坤痛下杀手了 加之杨过当年曾在华山之殿 传授了张三丰三招 这三招不仅助张三丰 击败了蒙古三杰尹克希 还一下子打开了 张三丰的武学天地 为他日后自创一脉 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出于郭湘 杨过和成坤的关系 张三丰更不会多管闲事了